前段时间 读者无意间在网络上看到这样一个消息 美国的演员工会出台了一份文件 这原本只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 但是 这份文件的名字相信大家肯定很感兴趣 聘任床系指导员的标准协定 床系指导员 乍一听 这职业好像不太正经啊 难道是日本的小电影中负责重要画面的指挥者 但是这样的职业 应该不至于需要美国的演员工会 专门提出报告文件进行规范吧 本着好奇的心理 读者仔细研究了床系指导员的工作内容 而今天趁着这个机会 咱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 这个不为人知的特殊职业吧 大家好 我是热心读者 又会大家见面了 在节目开始前 帮忙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 谢谢了 毫无疑问 一段出色的床系是一部正经电影的加奔项 很容易就会让观众一见难忘 有含蓄一点的通过细节展现情欲 例如 在《赌价》中周星驰和张敏的床系 几个手部和脚部的特写镜头 短短几秒钟 把剧中人物从害羞到紧张 再到刺激兴奋展现的淋漓尽致 这种读者愿意称其为婉约派 除此之外 也有大开大合的豪放派 就比如春光乍蟹开头前两分钟 张国荣和梁朝伟的床系 但是 不管是婉约还是豪放 烂于充数博眼球 还是为了艺术的牺牲 床系毕竟是模拟正常的夜生活 所以 很容易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纠纷和尴尬 基于这种原因 床系指导员就诞生了 床系指导员的主要工作内容 就是提前确定演员的裸露程度和身体接触 与演员沟通和排练模拟性行为的流程 并确保拍摄过程中的连贯性 通俗点说就是 床系指导员会经常在拍摄床系的片场巡查 确认演员有没有做好身体防护 然后一脸严肃认真的指导演员们假装做爱 所以这些人的口中 最常出现的词就是 内衣脱掉 屁股抬高十厘米 男演员可以摸女演员了 手别乱摸之类的虎狼之词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演员在拍摄大尺度吸马的时候 都会要求拍摄组聘请一位专业的性爱场景指导者 特别是女演员 事实上和大多数人想象中的不同 虽然在镜头上看到的床系色气满满 观众一般都觉得男性占到便宜 女性吃了大亏 不过在真实的拍摄现场 其实男女双方都不好受 首当其冲的就是尴尬 一堆工作人员各自忙着打灯收音 往往只会让演员感到尴尬 很难有享受的感觉 大家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 某个男人正骑在女人身上 下半身不由自主就起了反应 本来这趟火就难忍 旁边还有十几个人 端着长枪短炮对着他一顿拍 当场下尾了都可能 更别说有兴致和艳福了 对于一些年轻的 或者是欲望比较旺盛男性 这一过程更是折磨 电影嘛 大家都知道是假的 但是生理反应可是真的 所以有些男演员 在拍摄床系之前 为了让丁丁听话 都会提前找个没人地方撸一下 虽然听起来很尴尬 但肯定比被一群人看着要好多了 第二点就是心理压力大 虽然不是真正的干 但是对一些女性来说 这个过程还是难以忍受的 举个例子 就比如 阿米利亚·克拉克 她就曾经因为 泉油中的大尺度床系 多次崩溃 每次拍摄前 都会在厕所大哭 最后就是性骚扰了 在电影《巴黎最后的摊歌》中 19岁的玛利亚 施耐德就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人用黄油和法棍 强行唱了首《后庭花》 而且不仅是女演员 有时候男演员也会遭遇骚扰呼告 在床系指导员这个职业诞生之前 其实影视作品中的床系 都是稀里糊涂完成的 演员们手里的剧本 闻于激情戏 只能看到一句很笼统的描述 他们脱光衣服开始做 现场拍摄时 导演只是随意指挥 剩下的就靠演员们自由发挥 而自由发挥对于女演员来说 就很不友好 甚至是危险的 这种记性的床系拍摄 危险程度就好比导演 把一把剑塞在你手里 告诉你 不用排练 随便砍就完事了 在电影行业这个大掌缸里 大部分演员都没有话一拳 只能听从导演的指示 顺其自然的表演 经常被占便宜 也是敢怒不敢言 所以 从各个角度来看 床系指导员的出现 都很有必要 世界上第一个引入这个职业的 是美国的HBO电视网 HBO出品《堕落街传奇》 在拍摄第二季时 引入了床系指导员 埃利西亚 罗迪斯 之所以开始使用床系指导员 是源于 《堕落街传奇》第二季主演 艾米丽·米德 坚决要求聘请一名 性爱场景的专业指导者 作为一部展现 20世纪70年代 纽约风俗产业发展的电视剧 性和不着寸吕的镜头 肯定少不了 何况 米德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是一位风俗工作者 除了拍摄需求之外 当时的剧组内部也不安全 在此之前 就有多名女演员指控了 《堕落街》第一季的 执行制片人 詹姆斯·弗兰科 称其是个老流氓 经常在拍摄过程中 强制拿掉女演员下面的 遮蔽工具 所以 床系指导员 罗迪斯进剧组时 都会另外自备工具 根据统计 目前全球大概有 50多名专业的床系指导员 在影视界发光发热 主要集中在美国和英国 数量在短短几年内 就增长了10倍 不过 这个职业虽然看起来 没什么难度 实际上的工作内容 却相当复杂 首先 床系指导员 有自己的一套 职业装备 胶带 湿纸巾 薄荷糖 婴儿油 剃刀 不同色号的裤袜 以及一个专业的 硅胶私处保护用具 分别适用于男性和女性 这种保护工具的形状 像是没有袋子的钉字裤 用处也很简单 就是遮挡关键器官 拍摄床系之前 演员 要先把这东西给贴在身体上 让每个人看起来 就像个芭比娃娃 这样 片场可以拍摄到全裸镜头 同时 确保隐私部位 不会被暴露和互相碰触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除此之外 床系指导员 也是整个戏组中 唯一一个把握尺度的人 在开拍前 他必须要事先和导演 演员充分说明这场戏的每个细节 包括在镜头里 需要裸露的程度 双方需要多亲密的接触 某种程度而言 床系指导员 就像是女演员的保护者 兼经纪人 这样既可以保护女性的身心安全 也可以防止男演员 被诬告性骚扰 同时 床系指导员 也是剧组的床上动作指导 就像武打戏 又请武术指导一样 床系当然也要进行动作设计 在床系指导员出现之前 最初的床系大多 是靠演员的自我发挥 这种情况不仅容易出现纷争 还容易造成演员受伤 但设计完动作后 就可以让拍摄过程中的演员 感到最舒服 不会起争执 同时又能表现出导演 想要的情节需求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床系指导员 是激情系演员的心理治疗师 对于演员而言 拍激情戏不只是体力活 还得有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 床系指导员 会在安全的情况下 培养演员之间的情感 以激发化学反应 例如和演员一起读剧本 做瑜伽 练习长时间对视 之后两位演员轮流 邀请彼此 触摸自己的某个身体部位 例如手 膝盖 大腿等诸如此类 这几年 风气似乎慢慢在转变 男性成了激情戏的主角 来自资本与文化的压力 对电影中的床系的拍摄手法 产生重大影响 很多导演为了镜头效果 把大尺度裸露留给男性 仲下眼中男主角 杰克·雷娜 就在结尾高潮戏正面全裸 不但有被诱导 和女子发成肉体接触行为的场面 之后 还一丝不挂跑出小屋 相反的 在过去影视界中的裸露镜头 大多有女性承担 所以 除了小电影那种 专门以床系为卖点的作品之外 正常的影视作品中 床系都是一种特殊的 艺术表现形式 更艰巨着表现人物内心 和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元素 看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职业 是否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和认知了呢 好了 本期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